我是不是都很黑啊 天生黑不要怪燈 沒有救了啦 沒錯 好各位觀眾晚上歡迎來到撒烏克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我們要來講一下選情的SOP 在這邊先打一下預防針啦 就是其實選情這個東西非常的主觀 就它會有很多因素去決定你最後的選擇是什麼 所以其實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我只能用一個比較大數據的方向 或是用我們兩個人的經驗來給大家一些建議 所以假設你今天已經有了第一把情 所以其實就可以聽聽就好 然後你也可以參考一下我們想法 如果有朋友問你說 欸我今天想要學烏克力 我想要買一把情話你可以給他這些建議 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影片丟給他看 我覺得比較省的事情 好所以那我們就先來各自背景交代一下好了 我們兩個第一把情應該都是26吋的情吧 我是23吋 自己買的話是23吋 你第一次情是23吋 所以你人生中有出現23吋這個東西喔 有啊 還兩隻欸 好吧 我們先講一下選情大概會哪些要考量的點 我們再來討論 通常第一個就是尺寸 然後再來就是材質 嗯可以但我會把它歸列成音色 好 然後再來就是價位 外觀 手感 手感 還有什麼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所以大概就這五個點啦 所以通常你們遇到第一個應該會就是尺寸 那我們的文惠老師先來好了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建議你的學生 第一把情 你會買什麼 我覺得其實不管什麼都可以先從23吋開始 哦 就是他進可攻退可守 跟我想一模一樣 文惠老師把我講的全部都講走 對通常如果有一個學生要學烏克力 不管他是年齡是多大 其實大概小學我就會建議就是23吋了啦 我不是說21吋不好 可是我們等一下再來解釋21吋是什麼東西 就是23吋它其實就是像文惠老師講的一樣 我是不是以前不會叫你文惠老師啊 文惠 秋文惠 隨便啦 叫你小黑炭喔 呵呵呵呵 我真的好黑喔我的天啊 呵呵呵 就是因為23吋 假設你要想要玩一些比較低頻多一點的演奏 你可以26吋 不會跳太多 你會覺得很尷尬 你想要玩一些更烏克力原始的聲音 就可以往21吋走 所以它算是一個 如果你就是想要當一個過渡琴喔 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嗯 就算你還是持續留在23吋 它也是一個很OK的事情 所以進可攻退可守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並不是說26吋或是21吋不好 對假設你今天手真的特別小 那可能再考慮21吋 或是你手特別大 那就另外討論 然後其實還會有long neck的選擇 我們等一下最後再說 好 所以尺寸的部分大概就這樣吧 嗯 好啊再來就是什麼 材質嗎 對第二個是材質 等於音色 對那 如果是我的話 其實這個時候就會問 價位 不是我 我會先問他比較喜歡什麼樣子的音色 喔不管錢就對了 先不管 看來你的學生都賺很多 不是不是 不管你怎麼樣的木材 都會有合版這個選項啊 可以理解 就是暖也有高級暖跟低級暖 跟初階暖 連假的 OK 就是暖或者是亮 或是一般 OK好 所以講到音色的話 通常就是會有兩個代表性的木材 暖就是 響之木 桃花心吧 我把它當成是中間值 桃花心當中間值 對 真的喔 我把桃花心當中間值 完了我跟你有起義耶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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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嘛 所以文慧老師是覺得是暖 就是 相似 然後中性就是桃花 然後 亮也是雲山吧 沒什麼好講的 我也是亮也是雲山 可是我中間我會放相似木 欸 我覺得相似木它比較不受控 要看情況 可是通常只要是桃花性 它基本上都是 暖的音色 相較於雲山的話 對 所以我覺得相似木是一個 很怪的東西 它有很多不同的相似木有不一樣的種類 簡單講就是記住這兩個 暖的就是 桃花心或相似木 對 然後亮的就一定是雲山 就是比較常見的木材 其實它有其他的就是什麼 芒果木啊 楓木啊 玫瑰木啊 筷木啊 筷木啊 對對對 我剛剛突然講哪有筷木 欸 沒事 我忘了 哈哈哈哈 要不要給我們開箱快木琴啊 哈哈哈哈 還有很多材質啊 有點奇奇怪怪的啦 但是就是我們就 暫時不把它列入考慮 對 通常 看仙之類的 對 通常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三種啦 最常見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會考量到 價位 價位 通常很多學生可能 第一個討論的就 其實應該是價位 對 可是通常我應該也是會到這邊 才跟學生討論一下價位 就像我們剛剛所講的 連價 不是連價就是什麼 初階暖 高階暖 對對對 其實還是可以抓一個大概的方向 對對對 那你通常建議學生 第一把琴 價位至少要多少錢 就是兩千左右 還可以 OK 兩千多就OK了 所以我翻譯一下 就是大品牌的入門琴 對 可以這樣講吧 不要買一些你沒有聽過的品牌 就比如說 FB工廠倒閉出清大拍賣 這可以賣個關子 我們之後可能會做這個企劃 那種琴 等我們出了就告訴你 你真的是拜託不要 呵呵呵呵 對 所以盡量還是讓你去樂器行 挑一把 就是你聽過的牌子 就是台灣比較著名的就是 還是 還有 我講不出來 可能你可以挖到寶可是那機率很低 你買大品牌會比較有保障 大概買兩千塊左右 就會比較保守一點 我自己會覺得就是 2000塊的琴它可能還是有大概30% 會影響到一些東西 如果你是很認真地學到彈奏 就是很認真看待這個樂器 我覺得第一把琴可以直接調到5000多 你的學生才是有錢的 對 請讓我 讓我慢慢解釋 就是因為烏克力這個東西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它其實入門門檻很低 在入門門檻很低的選擇下 我會建議你就是花高一點的錢 可以拿到更好的東西 它可以走得比你在其他樂器 花一樣的成本來的好 就假設你今天在玩吉他的話 你大概花個3000塊 你可能兩個三個月你就要換錢 可是如果你在烏克力好好的挑 花6000塊 其實它是可以 可以彈很久了 甚至它可以給你一輩子的 是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真的很有興趣想要學的話 捏一下 不捏也行啦 也能彈 好 我們讓我補充一個點好了 其實還是有很多人會問說 什麼叫做全單 什麼叫做麵單 什麼叫做盒板 嗯 來 全單是三米瓦鉤 其實我記得我們講過這個東西 怎樣 你是不耐煩跟班農的講是不是 沒有 全單就像是石木的家具 喔 講過 真的講過 對 因為你就是用這個決定 沒關係 這再講一次嘛 全單就像是石木的家具 它就是面板 側板 背板 它都是一片木頭這樣 除了有的可能背面板 它是這樣左右拼接 但它都是這樣切片 它不是這樣夾夾夾夾夾夾夾 夾出這麼厚的 對對對對對 對 那個是全單 那面單就是 面板這一塊是我剛剛講的石木 那側板跟背板是用夾板的 喔 不專業 還放自己的音樂 有夠自戀的 哈哈哈 OK 講到哪 喔 面單 面單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石木的 然後側板跟背板就是夾板 至於盒板其實就是不管你哪個地方 它都是要夾起來的 對對對 那怎麼會影響到聲音呢 我們樂器要發出聲音 必須要靠震動 所以今天假設你是一塊木板 震動 它是不是比較乾淨 兩塊 好像髒髒的 三塊 髒髒 四塊五塊 越來越髒 我是有點誇張啦 所以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整支琴都是全單的話 它就會比較純粹 對 那如果是面單它可能就會髒一點 然後盒板就會更髒 可是我必須要強調一個點 這是非常不客觀的說法 假設今天有一把全單的琴 跟一把全盒板琴 也是要看廠商怎麼去設計 怎麼去做工 其實有很多盒板琴 都是比單板琴好 這要看情況 這只是一個大概 不是說全單就是厲害 你還是要聽一下聲音 所以大家平常可以訓練一下自己耳朵 這其實很重要 要聽得出聲音都好壞 對 要記住喔 全單不一定 全盒板好 全盒板也不一定 面單好 反正就是不一定 這只是你只要了解 單板是什麼 就好了 然後剩下聲音又耳朵聽 就這樣 這大概是價位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什麼 手感 手感 手感這就很模擬兩可了 就是這個就是見仁見智 對 因為每一支琴的琴頸 厚度寬度不一樣 對我們講幾個比較常見的手感好了 就是拿你的跟我的好了 3.74嘛 我跟文輝的琴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琴頸比較窄 細一點點 它比較細對 比較粗 對 比較粗 這跟人的習慣有關啦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琴頸後面的這個厚薄度 對 你的是比較厚對不對 我的比較薄 我的一般般 沒有你比較厚啊 好吧 你的比較 粗一點 開心嗎 隨便 隨便 然後還有那個弧線的弧度也有差 就是背板的嗎 欸不是我是說這個 喔對也會有差 這個的弧度 這種東西就沒有什麼正確答案 所以你可能自己要去 你拿的舒不舒服而已 對 如果是第一把琴 我會覺得你不需要去糾結這些啦 先彈就對了 這種東西是第二把第三把 就是你可能要上台表演的時候 你才會考慮到的東西 在這邊先講 只是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或是長知識啦 就是每一把琴的手感 會有很多印象 像是其實古典頭的角度 也會影響你一些東西啊 然後甚至琴的就是 這邊的後面的筒聲的大小啊 背板的弧度啊 除了影響聲音 它其實也會影響你抱起來的手感 跟整個琴重量的分布 喔嗯 我記得你的琴是前面吧 我是在這裡 喔那好吧那到後面去了 你比較後面 因為我有實音器啦 因為我有實音器 因為我的實音器比較輕 我其實蠻care這個點的 我很不喜歡有地方變重 我拿琴的時候會 我會有一個balance嘛 會會 我講一下就是我第一把26吋的琴 它就是琴都很重 所以如果你手都不去放 喔我知道 HonoLay吧對不對 對它頭就會這樣掉下來 它們超重 對它頭很重 所以這個是 手感的部分 不過如果只是挑第一把琴 我會建議就是 沒關係啦 對沒關係 先彈就對了 最後是什麼 外觀 外觀就是在前面的基礎上 你都已經 也會經過到了 可能有一些 對已經有一些選擇了 答案的時候 你在最後再挑就好 這比較常見外觀的裝飾有什麼 第一個 頭 平頭 古典頭嘛 嗯哼 像我跟文慧的說 它是古典尖頭 或是古典平頭 這每家廠牌的設計都不太一樣啦 然後比較 另外一種比較常見就是這種平頭 通常比較平頭 這種就是通常價位比較便宜的琴 比較少會有古典頭 再來就是什麼旋鈕的種類啊 上弦枕的 然後陰典的 樣式啊 一些 飾條啊 對對對 下碼啊 或有一些 裝飾啊 大概是這樣啦 外觀 看起來就是不一樣 所以外觀的話就是 說實話 我覺得第一把琴 選你喜歡的樣子就好啦 除非自己 可能你真的很糾結 在考慮那些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 第一眼看到很喜歡 會讓你在學起來 會比較有熱忱一點 對 而且如果你之後 不想學你擺得也開心 但是不要這樣想 我們這時候要談琴 好 所以回到我們前面講的 那究竟21吋跟26吋 到底是怎麼樣 它什麼時候才應該入手 是你已經了解到 烏克莉莉 大致上是怎麼樣去彈奏它的時候 你開始會衍生出一些 比較像風格的東西 音色上的變化 你可以開始去往一些邁進 比如說21吋 它會有21吋的聲音 26吋會有26吋的聲音 它的共鳴是不太一樣的 是這樣講嗎 是啊 就一個比較輕巧可愛的聲音 就你不會開轎車去玩越野 是這樣講嗎 你不會在天氣晴朗的時候 穿雨衣 因為它擅長的東西不一樣 可能例子取得有點爛 大家就是將就停 那你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 就是你彈了一陣子之後 你也會邊看其他網路上的很多影片 那你就會越來越知道 你比較想要彈什麼樣子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去選擇 OK那我接下來要去買什麼樣子的琴 對 所以通常第一把琴就是 很像是你的過渡琴 玩烏克莉也通常很容易有 2345678把琴 因為烏克莉門檻真的是比較低 所以你可以用相對比較低的預算 會拿到在這個領域裡面很高階的樂器 可以這樣講嗎 就是比如說我們隨便講一個卡馬卡好了 其實它已經是算是很Top的琴 就很好用的了 大不了就四五萬塊 你就可以買得到 可是如果我們要把這個品牌放到其他的像吉他 你可能要1020 可能才可以有這個琴 所以它其實真的是一個門檻相對比較低的樂器 我覺得自己如果要兩三把琴其實也是好事啦 你可以去刺激到你的耳朵說 烏克莉其實會有更多不同樣的可能 所以今天這集大概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兩個在選琴方面會比較看重的點 所以如果剛剛都沒有聽進去的話 就一個重點 我們兩個都推薦第一把琴就是買23吋 然後音色的話很暖 桃花相思 亮 暈三 然後價位文輝2000左右 大牌子我6000 然後至於面單跟全單就是 這是迷思啦 前面剛剛有講到 就是大家看看 參考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嗎 OK 那觀眾回覆 Go 好 那我們來回答上禮拜的問題 上禮拜的問題其實蠻多的 沒想到這個議題會引起大家那麼熱烈的討論 我們自己也是蠻意外的 不過我稍微看一下留言 大家好像有點誤會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其實不是說四肢法不好 是四肢法不應該放在你剛學烏克利一段時間 正準備要打基底的這一段時間裡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還沒有開始學烏克利一段時間裡 你應該有一套可以就是 涵蓋很多曲目的一個指法 我自己是覺得四肢法比較不適合啦 嗯 不是說四肢法不好 是四肢法應該放在很後面的東西 像一肢法那些東西一樣 就是你基本功要先練雜誌 再去捧一些東西 不會太偏頗嗎 所以你的意思是 哎呀你要吵架喔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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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理解一下 所以是你學了三肢法之後 你想要來進階到一個四肢法 這種風格那再去的意思嗎 我覺得二肢法跟三肢法比較適合 就是在你如果還沒有一套你自己的東西之前的話 二肢法跟三肢法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四肢法跟一肢法我個人覺得是比較進階的東西 這是我個人看法啦 大家參考就好 好那我們就正式來回答留言啦 我會希望有一個比較系統性的教學 而且讓大眾知道說大概的價高再去找老師教 不然自學其實有一個門檻 自學到一定的程度 還是需要老師或是付費的教學影片來教 是吧 嗯是但我覺得應該可能要先反過來一點 要先有老師你再來自學 喔對 我自己好像也是自學上來 不過相信我們那個時代應該都是這樣啦 對不對 我從2013年開始玩比較練琴 123都玩過 如果用同一首曲子不同的執法來彈 味道不一樣都很有趣 至於四肢法跟變曲有關 我會用到四肢是比較多是彈吉他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會 下一個加油喔 疫情情間我看完第一季影片 好希望我們不要再遇到一次疫情 讓你把第二季看完 大家加油 執法方面我覺得每一種執法都不能取代的音色 最後就變成個人品味的問題 我覺得能做到自己想要的音色就好 歡迎回歸 恩 謝謝 加一個 我現在也卡在很尷尬的地方 當初想說很簡單自學 現在哪裡都覺得怪怪的 要找老師也不知道怎麼找 舉例來說 之前文輝老師在教生之後 初級跟高級 我感覺兩個都不是 只好資訊每一集資料 收集資料自學 他嗆你耶 我那個初級高級是團體 是團體的一個系統課 怎樣怎樣 不是說 不爽喔 走心喔 不是 我是在解釋那個是系統的團體課 如果你是覺得 欸我不知道哪一個 你就是上一對一就對了 喔 好理解 我那個是已經八堂課都已經規定好 好 我自己每一天要教什麼的 對 那個跟你需求的不一樣 不過其實我就覺得 如果有疑問都可以多問 很多 我也自己以前很多學生都會問說 欸老師我可不可以報名 你在什麼什麼什麼 你在什麼什麼 我都會 其實每個人的學生狀況都不一樣 我建議就是問完以後 你會比較有知道 就是有些高級班不一定會是你想像中的那樣 對 甚至你技術不到 可能也是偏理論的東西 你搞不好也可以來上 對 大家多問 多看 多比較 是 好 下一個 記得2013年因為學校音樂課買列馬烏克 看到影片直接入坑 看了大學們自學四門 四年才有明顯突破 然後希望大家也跟這位人兄一樣 繼續在這個烏克力的道路上繼續努力啊 大家加油 烏克力發展歷史確實沒有古典其他那麼悠久 所以演奏手法的派系好像很多也是挺合理的 關於三指還是四指 我覺得跟琴的設定有很大的關係 有些紙板特別寬的怪琴 真的會不自覺用四指法 但是拿一些設定比較正常的琴三指法 彈起來就很順暢 我是覺得應該跟這個沒關啊 對 因為這個寬 再寬也寬不到哪兒去 對對對 通常4.0到3.6嘛 好像也沒看過 除非你那是5.0 6.0 那我們再說 不然我覺得在這個Range 應該跟指法是沒什麼關係啊 除非是跟選的配置 Logic跟Hg 另當別論 我個人看法啦 小弟個人的搏劍 不要太走心 我好像就是中間的那一群 談了很久但好像少一個突破點 期待你看完我們上集影片 就馬上找到你個人的突破點 下一個 不懂 抱歉 不知道要不然怎麼回 什麼鬼 要不然怎麼回吧 拍誰啦 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下一個 沒字幕 抱歉 抱歉 今天是什麼 道歉大會 每個都抱歉 還沒空啦 沒空上字幕啦 真的是 現在其實做影片很辛苦 我們現在已經很勉強的維持在兩週一根啦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蠟拍 開始變三週一根 對 四週五週六週 不知道 且看且珍惜了 且看且珍惜了 下一個 維恩的烏克莉莉 跟巔峰比差超多 大家一起繼續努力啦 期待能反彈一波 對 加油 今天最常講的就是加油跟抱歉 抱歉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回覆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分享 如果你期待我們看到什麼主題 都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會直接做啦 不然我們也不知道要幹嘛 對啊 好啦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啦 掰掰 好 好